东吃萝卜,下吃姜 不用一声开药方 大家都知道这句谚语 大家好 今天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生姜的保存方法 首先用清水洗净生姜表面的泥沙 藏在缝隙中的泥沙 要用刷子仔细清洗 今天我给大家介绍几种 既简单又方便的生姜保存小妙招 我先把生姜切成薄片 然后再切成细丝 再切成细细的生姜丁 如果你需要把生姜切得再细 做成姜末 如果你需要姜末 可以用家里的搅拌机再加工一下 我把切好的姜末放在这种冻冰块的小格子里 然后把它们冷冻到冰箱 等结冻以后 就成了这样一块一块的小姜块 更简单的方法就是把姜末放到这种保鲜袋里 然后用金属把它隔成你需要的大小 然后放入冰箱 就可以冻成你需要的这种大小的小姜块 这样使用也非常方便 根据你每次做菜 使用姜末的多少 把它拿出来 做菜的时候放入锅里 就可以了 接下来给大家制作另一种保存的方法 我把姜先切成薄厚均匀的姜片 我不但做菜喜欢放姜 经常也会自己熬一些姜汤 夏天我们大家都喜欢吹空调 并大量进食含凉生冷的食物来对付酷暑 容易导致体内受寒及伤体胃 所以熬一些姜汤来驱逐体内的寒气 把切好的姜片 按自己每次做菜做汤的需要的量 进行分装到保鲜袋里 然后放入冰箱的速冻室 进行冷冻 你们看 每一个姜片就这样冷冻好了 姜丝我们也经常需要用到 所以我把姜切成薄片 再切成姜丝 然后装入保鲜袋中 根据自己使用需要的量 进行分隔 放入冰箱的速冻室里 进行冷冻 使用也非常方便 接下来给大家介绍另一种姜的保存方法 也是把姜切成你需要的薄片 然后放入托盘中 把姜放在托盘上 铺成均匀薄薄的一层 让姜片最大限度的接触空气 尽快挥发姜的水分 白天 拿到户外 太阳下面风干 让生姜的水分 尽快挥发 在生姜片晾晒的过程中 需要我们 经常翻动一下生姜 让生姜尽快干燥 生姜晾晒好之后 我们把它装入保鲜袋 进行保存 这种晾晒后的生姜 使用也非常方便 装入保鲜袋以后 也可以保存很久 大家看看这几种保存方法 是否对您有用 感谢您的观看 欢迎订阅分享和点赞 谢谢 再见